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同声到现在已经做了66年 小时候拍过很多电影 记得小时候和欧阳沙飞 李丽华 林黛 那些大明星我都做过对手电影 在我的记忆之中有一段电影 叫做《江山美人》一部电影 有一场电影就是我 我哥哥秦沛 和我妹妹三个小孩 林黛在街上走过 走过之后 我们三个小孩就唱一段小孩 笑她 我记得那段歌就好像 那里叫做《梅龙镇》 唱歌就是《梅龙镇》出小花 今年的小花特别大 梅家的姑娘身处小娃娃 真好小娃娃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梅龙镇》出小花 今年的小花特别大 《梅龙镇》出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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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读到中三就已经没有读了 没有读书了 没有读书 就是做飞仔 到处走 有一次 在街上 我哥哥秦沛 就问你最近做什么 我说没有啊 你又不上学 我说你到底做什么 因为那时候秦沛在台湾 在台湾拍的 跟李汉长导演 他家公司 国联公司做演员 刚刚有一部西片 叫做《盛伯罗炮艇》 就去到台湾拍 就需要一班中国的学生 跟他们那些外国人斗 那次拍完西片之后 都有跟着唐佳 刘佳良两位师傅 然后呢 就做一下舞师 做一下最低级的舞师 走一走一走 死去死先那些 后来做一做一下 他都问 你要不要做演员 不如签少士 我说签少士 签少士 我说多少钱一个月 那时候那些明星 真的一百二百元一个月 我说我做舞师 好的时候大概找到 三四千元一个月 我说既然要做 我爸爸又这么红的明星 我大哥做了明星 都做过主角 我说好 不如试一下 四五千元是什么呢 自己安慰自己 我说到新独秘都 那时候 施洛夫先生 张哲导演 魏康编剧 我记得 有一次 曹先生就叫我们去到他的家 和谈这部电影 因为之前张哲导演 有跟我说过 拍一部这样的电影 我说我不想拍 因为读给到 是黄语的标志 黄语的标志 我说我如果拍的话 跟人理我 我就不希望不想 那次就叫了我们去吃饭 吃饭 大家要谈剧本 那我就根本不理解他们 不说 但是他们谈谈谈谈谈 谈到手的问题 究竟这个角色 要断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也说 因为黄语那个是断右手的 用左手打的 如果这样说 那个挺辛苦的 如果不如断左手 断左手用右手打 我一直都没有说话 到那时候我听到不对 如果要断 我当然断右手 跟左手打的 更加能够表现出功夫 各方面 一插口就没有插力 迫着一定要断手 在那条桥 我要冲入那个屋里 桥上面有几十个武士 他摆了两三个机器位 一个镜头 由桥顶到桥头 一直打到桥中 那个镜头很经典 章则导演和毅康先生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桥 因为章则导演说什么 毅康先生都很容易接收到的 所以他们写的剧本 不需要很长时间 我想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毅康先生已经可以 把这个剧本写出来 章则导演真的可以 将毅康先生写出来的东西 用他的手法全部拍出来 章则导演拍戏 每一天 虽然他会硬回来 但是他也是因为要做功夫 他每天回到来 那个剧本 已经画好什么镜头了 不过在那本剧本那里 这个镜头到这里 这个镜头到那里 这个镜头到那里 那样东西 我亦都很幸运 跟章则导演学到这方面 章则导演是在一个城楼上 帮人打到 我要抓到 只要打赢那个弹尺 一说之后 我就背过一条绳 握着那把枪 挺长的 一站在城楼 就用头冲下去 那个镜头 将导演摆在机位 视频师也摆在机位 挺好的 直接看到我用头冲下去 冲到这么长时间才回到 即是落纸皮盒 我记得那个镜头 跳完之后 就进医院了 因为一掉落纸皮盒 很自然的 会弹起来 一弹起来 整个人都会松开 再落下来 然后你膝头撞到鼻孔 报仇 张哲导演 是 这么多戏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最好的 兄弟神 兄弟情义 因为 我一出来 就是因为 要帮我 大佬报仇 那个情义 就是那个情 拍得是最好的 即是张哲导演很喜欢 结果主角打 是用一件白衣的 穿着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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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死也好 整身血也好 那些 很强烈 尤其是他能死 一定是用slow motion 给观众看清楚这个人 所以我们不能偷偷 睡觉 一定要做表情 各方面 要死得很惨 那种感觉 我躺在这里死 笑着死 站在这里死 各种死法 差不多都死过